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 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今天是礼拜五 那么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 在台北时间昨天的清晨 已经顺利的完成 那美国也正式要进入 这个拜登政府的一个时期 那当然 那我们几天节目上 也跟大家提到 这个拜登一上任 立刻签署了十多项的 重要的行政命令 有非常多 都跟美国的内政有关 那当然也牵涉到 向美国要重返气候协定 那礼礼总总 基本上都是在推翻 这个川普时代的一些措施 那但是你如果仔细看 你会发现到 里头没有对中国有关的政策 而事实上中美关系 在川普时期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特别是川普到卸任前一天 还继续在制裁中国 那更不用讲 潘佩奥在他任期最后的一两个礼拜 那么有更多的 有关中国的一些做法 也包括对台湾说解除 跟台湾的交往的限制等等 但是所有这一些影响美中关系 这么巨大的一些事情 结果都不在拜登上任的优先的 一个处理的政策 这个可能反映很多的一个情况 一个当然拜登现在是内政优先 防疫跟经济 还有内部的团结 他昨天就只演说 这个被形容 像是在抚慰人心 但是好像少了一点激励士气 这样一个做法 这可能也反映拜登的性格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 因为美中的问题 复杂很重要 它并不是不重要 而不列入优先 相反的 它可能因为太重要了 但是又非常的复杂 那么这个复杂还牵涉到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70%的人 都是反中敌中 那也就是说 这个对中国的警惕警觉 这是不分党派的 那么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这个对于这个川普任上的 很多的敌中的措施 拜登一上任 恐怕也没办法一下就把它取消 或者推翻 因为这会犯的政治不正确 会很快的会被骂说 他是亲中 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知道川普阵营 有非常多的这个攻击 认为说拜登亲中 那他当然不愿意 在这个当下 去掉到这样的一个陷阱里头去 那么第二个很重要原因 是因为接下来 自必有一天 美中还是要恢复接触 事实上已经有消息 这是美国商界传出来的消息 说拜登上任不久 中国就会派出了高层的访问团 到华府来 那目的是希望能够把原来 已经拜川普时期 断掉了美中的这些对话的机制 能够恢复 而在恢复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川普所采取的一些反中的措施 那么在拜登来讲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可攻可守的一个筹码了 一方面他当然会对美中关系造成的这个妨碍 但是他也可以成为拜登手上的一个砝码 弄来校正这个对中国的关系 所以我想是这些原因让拜登并不急着再一上任 就立刻来处理跟中国有关的一些政策了 好话虽如此 但是因为这两天在美国国会 那么已经进行了拜登内阁的一个听证 这里面包括内定的国务卿 Tony Brinken 内定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内定的这个财政部长叶伦 还有其他的几位内定的国防部长 也都在里头 那这几位重要的这些跟国安有关的阁员 其实财政部长现在跟国安里都有关系的 可以这么讲 那么他们在国会听证的时候的很多的谈话 现在就成为大家来观察 拜登上任之后的这个对外政策 特别是对中国政策的一些依据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内定的国务卿Binken 那么他怎么说 他认为在全球所有国家当中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最大 而且他也认同说中国想成为世界霸主 所以他说川普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他认为是正确的 只是不同意他的一些应对中国的策略 那他当然也谈到说 这个几十年来 美国认为中国在经济自由化之后 就会带来政治的自由化 他认为这个推测现在明显是错误的 因为并没有发生 那另外他还提到说 这个前国务卿潘普所宣布的 针对中国在新疆维吾尔族 这个行为 认为说这是一个种族灭绝 Binken也说他表示认同 这是一个 而且也会延续 这个当时前任政府 对新疆做了一些制裁的措施 在台湾问题上 布林肯也绝对 明言绝对会 延续对台湾的承诺 那么在台湾面对 来自中国压力的时候 美国会在 金氏跟全球外交方面 向台湾伸出援手 同时表示会重新检视 刚刚 去年底刚刚生效的台湾保证法 好 这是布林肯的一个 说法 这里头 当然也可以解释 说他对台湾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比较是说给国会听的 但是他对中国的总体来说 看不出来他跟Pompeo 有什么多大的 在理念上的有什么差别 那么另外内定的国家情报总监 海恩斯 他是在礼拜二出席 国会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那么他也提到说 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构成了挑战 所以他支持向中国采取的 积极进取跟强硬的立场 那么情报机关对中国的方针 必须与时俱进 同时这是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也讲的话 国防部长的话 这里头就比较是让大家感觉到 他说要有更强硬的方式来协助 让台湾能够取得这种自我防卫 这言下之意 恐怕接下来对台湾的均售 大概应该是不会停止的 值得注意的是 财政部长提名人耶伦 这是前联准会的主席 那么他在国会听证会上 他也提到说他执掌了财政部以后 将会运用一切工具来对抗中国的不当的行为 那么他形容说北京是美国最重要的策略竞争对手 这么意味着拜登政府将会继续在中美贸易争议中 对中方要采取强硬的立场 那如果我们还记得 那么这个拜登已经提名了 是一位台裔的这个戴琪 这个Catherine Tai 来担任他的这个贸易代表 那么戴琪被公认 也是对中国贸易谈判的鹰派 好所以我想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观察 大概可以理解到 就是说拜登上台以后的 美国的对中国的政策 应该讲他并不是说要从川普的 这种强烈的反中的路线上的全面翻转 应该说他所认知的 中国对美国的竞争跟威胁 跟川普没有两样 只是做法可能有些不同 那么这些做法的不同里头 比较明显的一点 就是说他要联合盟友 也就是所谓的多边主义 这个大概不管在拜登的历次的讲话 或者是像国务卿布林肯 这当中都有提到的这一点 那所以呢他要纠结盟友 来这个反击中国 那纠结盟友当然就牵涉到 意识形态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就包括说 他要有价值感同盟 价值观同盟的一个存在 那么拜登一直有讲说 他要召开一个民主峰会 民主峰会 好那中国其实也做了准备 中国在这个之前 已经先跟欧洲签订了中欧投资协议 把很多本来不给美国 或者是刚刚做美国压力下 才对美国开放的一些措施 通通向欧盟开放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分化 美欧的关系 让这个美国拜登上台以后想搞了这个所谓的 民主同盟 这个在欧盟的部分 至少不是一个一致性的来跟美国来配合 那么另外呢 这个王毅前外交部长王毅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前不久 又在跟菲律宾总统杜诺蒂 杜诺蒂见面的时候 特别提到说要防伪多边主义 那他讲了说伪多边主义 我想很明显的 是冲着这个美国这个拜登而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未来的中美关系 恐怕只会微调 这是我们应该要留意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就要请今天的来宾到节目现场 好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今天我们的来宾是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张国诚教授 张教授早 郭东兄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这个美国这川普时代已经正式结束了 那当然了现在有传说 他要组一个什么爱国党 但是不知道 因为他我最近也在一些平台上也讲 现在川普卸任第一个要面对是官司 他现在官司一堆 非常多 包括有人统计上千件 那里头最轰动的大概是 他跟那个AV女星 这个性交易 然后后来用他的律师去给人家封口费 在2016年的 这些官司 还有一些控告他强暴的 反正川普的戏还会继续 但是川普在华府政坛至少暂时告一段落 但这四年的确也是翻云覆雨 这个风雨人物可以这么说 他你留你觉得他留给美国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遗产 我讲这遗产是中性的 可能是资产可能是负债 然后这个拜登又能够怎么样带领美国震衰起闭 你看他昨天凌晨的那个 他那个就职演说 看得出来是着重在抚慰人心 美国这一次实在是受伤得非常的厉害 好 先从川普留给美国什么东西谈起好了 我认为他留给美国的东西不会太多 就是说不会继续留下去 不会太多 因为在他任期的前段经济的确是不错 不过历史上评价美国总统 很少很少是说会以他任内的这个股市的指数 还是这些 因为他起起落落 因为他起起落落 那在他任内美国总统一般来讲被认为的成就 最重要的是解决冲突 这个国内外的 国内外的冲突 那这一点来讲的话 他大概最大的成就就是中东 中东基本上 这个和平的这个发展算是比较好 他是明明明火明火直障的支持以色列 偏袒以色列 但是呢 没有想到居然能够促使以色列跟很多阿拉伯国家来建交 好几个阿拉伯国家在过去都不能想象的 在他做了那么多 被认为是让阿拉伯国家犯众怒的 这个包括承认耶路撒冷 哥兰高地等等这些做法 我认为这个他对中东和平 当然是有一定的贡献 不过不必太过就是突强调 因为从这个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 其实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 跟美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然后在这个奥斯陆协议 然后这个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 这个自治政府的成立之后 其实他们的关系改善是一个趋势 以色列跟周边国家甚至包括叙利亚 关系都基本在改善 除了跟伊朗以外 这是一个趋势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这几年来就是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 也没有大规模的冲突了 也确实除了巴勒斯坦 除了在在黎巴嫩的那一些 对就是伊朗支持的这个珍珠党 这类的哈马斯这类的武力以外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在中东和平是潮流了 好那IS这个虽然轰轰烈烈的一阵 基本后来也是也需要云散 至少受到这个这个正规的建制 国家的力量很大的压制 好所以也就是说 那个地方大家追求和平 追求合作是一个基本共识 好那川普当然对这个是有贡献 好不过那个地方的 如果自己不想和平 不想合作也很难 也很难的 好你讲到这个哈 就是说这个冲突哈 怎么样去化解冲突 可能是美国总统后来被历史上 被记载的比较明显的 最高成就 对我想到 这个可能也包括两种 也包括一种就是 没有去发动新的冲突 这也是一个 那川普在他告别演说的时候 很自豪的说 他四年任内没有发 美国没有出现新的战争 那我就想到老布希的时候 是去介入第一次播完战争 那当时他的民调声望高的不得了 小布希有两场反恐战争 那也就是说两个父子总统都去发生了战争 那但是呢 老布希的战争声望很高 但是选举输给了这个 克林顿 那小布希的反恐战争 现在事后证明 我想这个将来对小布希的评价 这个大概摆脱不了 因为两场反恐战争 现在看起来是大有问题了 好 所以任上没有发动战争 对川普来说 是不是也是一个可以被记载的一个成就 在美国历史上 他自己认为是成就 但是将来的历史会怎么记载 第一个很多人说 川普上来了就要解决中共 中美就要开战 这个明显川普自己否定了 对 这件事情的历史性 那第二个就是 这个川普 这个任内是不是没有发动战争 其实他也有那个飞弹去攻击 这是伊朗 攻击这个叙利亚 叙利亚 这个攻击这个 所以但是没有发动战争 他自己认为是成就 这个倒是符合美国一贯对总统的评价 美国历任的总统上来 大概都是以解决冲突为诉求 从艾森豪开始 所以这一点来讲 我认为他还是 最后还是抓住了这个历史的这个脉络 解决冲突 所以很多人说他在任内什么 对中国怎么样 然后发动贸易战 我认为他自己都可能不觉得那是成就 那将来 所以现在今天有人问我说 将来他会不会在未来四年内访问中国 我说这可能性其实也蛮高的 但也不可能 中国在昨天在19号 就是川普任政府的最后一天 宣布制裁28位 但这个川普政府时期的这个重要官员 我在昨天节目上也跟大家讲了 但这里面没有川普 是啊 这就潘培尔已降了 国安顾问全部的那个贸易 白宫贸易顾问全部都在里头 不准他们去中国包括港澳访问 做生意财产等等 那没有川普 所以可见中国也在垫量这个川普 接下来在美国政治上影响力 还是存在的 嗯 是不是这样子 我相信是 因为其实这个 这个很多人看这个川普政府这四年来 当然在台湾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他的对中政策 对台政策 其实这四年来对台湾最友善 是民主党主导的参院 不众愿 培洛西就是number one 不断通过有台措施 他甚至还旁击香港 其次是共和党居优势的参院 参院 再来才是行政部门 最后才是川普本人 这个是对台对港 关怀或者是这个支持的这个顺序 所以其实中国当然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当然这个刚才 这个社长提到说 你二十几个人被制裁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形式 他随时要取消也是可以取消 那是的 这些人其实也不见得很稀罕 去中国去香港 但是你看川普居然照中国说法 这个是首恶 对不对 你这些人老实讲都是听他的 没有他这些人能在政府工作 相较之下伊朗就制裁川普了 伊朗就制裁了川普了 伊朗这个相对来讲 不管这个意义怎么样 至少比较有一致性 因为他这个是老爸 他是头 所以有意思就是说 这个川普可能真的是 彻底的这个反伊朗的人 但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反中的人 这个我觉得是 因为至少在去年疫情发生以前 不要说疫情 疫情蔓延到美国以前 这个川普对习近平 评价还是非常好 嘴巴还是一直讲是他的好朋友 他跟习近平高峰会谈 然后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 在这个疫情之前 其实跟欧巴马 他这个或者是我们很多人说 民主党比较轻忠等等 其实他跟利润民主党总统相比 在疫情之前跟中国的交往 我觉得更好 更好更肉麻 甚至更高的 你说互访 然后什么家业 国业 这个我都有稍微比较过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当然他作为美国总统 为了美国的利益 跟外国的元首交往 这合理的 但是所以我们也就是说 怎么看他 其实可能还要 稍微再久一点 然后我们的这个历史的架构感 要高一点 会比较有一个 接近事实的评价 而且你光是就 这一两年来看 就坦白说 当然 大家都看得出来 如果不是疫情的关系 川普连任绝对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去年在疫情发生之前 民主党的初选 那时候几乎都是欺矮人 几乎没有人认为说 有任何一个可以出来 跟川普挑战 当时美国的经济 各方面等等 而且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也签署 就非常讽刺那天签署了协议之后 武汉就封城了 然后川普后来掉以轻心 对整个防疫 这个失败 造成美国今天的困局 也让他自己丢掉了总统 美国 这个刚才主持人讲的非常有道理 今天拜登上来 他是第46任总统 扣掉他以外 前面45任总统 不能连任的 只有10个 对啊 很少 也就是说美国的政治 不管这个行政立法 我们看国会议员 那当了N届的三届四届五届的 也是多如牛毛啊 那柯林顿当州长也连任五届 所以美国不管中央地方 其实政治的稳定度是很高啊 谁选上什么职位 一般只要表现不太离谱 这个要连任 除非有届旗的限制 不然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这么多年来 两三百年来 四十几个总统 只有10个没办法连任 还有扣掉说在任内 并故的啊 所以这个也算进去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本来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他要连任应该是不难的 对啊 所以他才会认为说 是疫情造成他落 那那个嘛 他认为疫情就是中国造成的 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来 很简单的逻辑 才会讲中国病毒 然后到对中国有更多的 这种敌对的措施啊 但是扣掉我个人对中国 或者是对这疫情的观感 对一个念政治学来讲 冷静的观察 美国在历史上 碰过各式各样的困难 可是美国人很少很少 会把他们碰到困难 甩锅给其他国家 比如说打越战 越战就没有人认为美国打赢 我在美国 在台湾看过对越战 比较OK一点的检讨的书 或者是论文 至少超过1000本 也就是说 美国人一般认为 越战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 几乎没有一个OK一点 重量级一点评论 是说怪越南 可不得越南 越南杀了我们这么多人 他们一定是检讨自己 所以也就是说 拜川普这一套 甩锅中国的做法 在美国社会 事实上是不被认可的 至少精英阶层 媒体这种 在社会上具有引领 舆论能力跟知识分子 是不认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疫情最严重的 像加州啦 纽约州 这个纯粹就疫情来讲是很严重 因为没有人特别认同川普 这两个州他都大败 这两个州都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而且一般所有的 我看到从疫情以来 这个比较够分量的评论 不管是哪一公卫界 还是政治界 大概都是在检讨他们自己 因为他认为政府 是为我们选的 要为我们负责 我们当然监督政府 去监督外国政府干嘛 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我们邀请台湾智库的 咨询委员张国成教授 继续来谈美国政党轮替 新的时代 拜登开始 那刚刚我们前面一段 主要是谈这个川普 他给留下来 在美国的一个影响 我最近看到 也有一些 包括说了 英国的这个智库 认为说因为一场疫情 那么当然也谴责到 也提及到对川普防疫不利 所以让美中的经济差距 那么中国赶上美国经济 GDP总量的时间 提早了五年 会从原来的2033变成2028 这是第一个 另外我看到 香港兰华早报的前任总编辑 最近写了一个文章 他也认为说 川普四年总统任内 那么引发的 美国国内国际政治 前所未有的巨变 最终结果是 他帮助了习近平 跟中国共产党 巩固了这个极权的地位 也就是说 这是另外一种 对川普的评价 就认为说 川普的做法 相对来说 第一个是让美式民主 在全世界被很紧急强烈的质疑 这让习近平所强调的 四个自信 或者中国现在更加的一些 所谓的权力集中的一些体制的优势 可以更发挥 那在甚至 我想原来如果中国内部 有所谓的亲美派 的公共知识 大概全部都被压下去了 尤其在这一段 对照美国现在的混乱 那这个也算是川普的影响 对不对 我认为毛泽东有一句诗叫 风物长移放眼凉 这个要讲一下 这个字怎么写 风 风是那个 风 风 风雨的风 风雨的风 物是那个物品的物 风物 长是长短的长 移 长移 放眼凉 放眼凉 眼睛的眼 对 测量的凉 放眼凉 风物长移放眼凉 就是说 一件事情 其实可能还要看长远 看长远 不过刚才社长讲的 我基本都同意 像这次的 美国居然从来没有一次 在自己的首都部署的军队 比他部署在外国战区的还多 现在他的军 在华府的军队 两万五千 比在阿富汗跟伊拉克的还多 还有参谋首长联席会 一八个将领 出来说 不正变宣言 这个说武装部队捍卫美国的民族 跟生活叫做250年 这个从来没有过的 光这一点 他在将来 美国人自己对总统的评价 不可能太高 很多人说他将来会怎么样 甚至于说他政府里面的这些重要人员 将来有什么政治前途 我在这边预料 将来他的状况会比尼克森 水门事件还要糟糕 跟他的政府关联越密切的人 将来这个都是难以摆脱的包袱 将来美国的政治学家 美国的舆论界 会非常非常的在着力于说 这些所有重要的人 蓬佩奥 彭斯 在这四年里面 你在川普政府里面 对于川普的这些行为 你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你们又自己 又会做怎样的辩解 我认为这是将来一定会的 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 包括川普昨天在卸任的 最后一场演讲的时候 也提到 他认为说 他成功的唤起了 全世界对中国的警惕 那么来形成了一种 对中国的冲击 那当然这个话 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牵涉了一个问题 这个话成不成立 牵涉到拜登之后的美中关系 会走的是一个什么调子 我刚前一开始的时候 有特别把 现在在国会听证的 包括这个商务部长叶伦 包括国务卿 这个Tony Brinken 还有国防部长海恩斯 谈到中国都认为是 美国最重大的敌人 威胁对手等等这些情况 听起来不太像是 有对川普时代的 中国政策有做太大的修正 第一 我认为这个美国知识界 精英界 现在对中国的反感跟警惕 是故事 那这算不算川普所留下来的 可是 我说这是川普所留下来的 其实也不用川普 因为中国的强大 跟他的扩张意愿 这是谁都看得到的 但是川普说 他唤醒了全世界 对中国的警惕 这个我要打问号 全世界对中国可能警惕归警惕 可是我们也看到过去这四年 恐怕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最高的时候 就算不断疫情 刚才这个市场讲说 疫情让中国跟美国经济拉近 中国的这种治理模式 在全世界得到更多的认可 我说风物长衣望远量 就是说这个仗还没有打完 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疫情如果真的照这样发展下去 这是有可能 可是毕竟马拉松还没有跑到终点 我认为 譬如说川普这执政了四年 你看 如果说全世界都真的被他唤醒 警戒中国的话 那RCEP是什么 而且中国贸易投资协议也签不出来了 对这个就很清楚 警戒归警戒 这个大家认为中国重要性还是很高 不然去跟中国签那个干嘛 虽然它实际上只是一个框架 内容还不完整 但是至少有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那我们可以看 在世界贸易 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在联合国的相关组织 这个中国 比如说联合国粮农组织 驱东域 中国代表得到100多票 对不对 美国支持的才得17票 这种事情从联合国有以来没有发生过 就是他退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然后又比如说 然后美国两次在联合国 自己提出的决议案 只有两票 这个可以说美国的影响力 从有联合国这个组织以来 什么时候落到了这样的地步 这个对我们念政治学来讲的话 如果说真的真心在支持美国的人 看到这个是觉得是很紧张的 难怪有人说美国应该重新领导 成立另外一个联盟 是啊 但是那根本不可能 川普也讲了 他退出是就这个卫生组织 要组织新的组织 也没有 完全没有 因为我以前写过 国家不可能配合他的 那第一个就算组织新的组织 也不能强迫旧组织解散 对啊 这他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权利 而且旧组织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 除非你接下来不以国家为单位 那就是民间 那这大家玩一玩就好了 民间这种NGO 全世界上千个 那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我认为这个 川普不管怎么样 我们可以看到 至少在他任内 这个也我们也可以说 其他国家衰竞 其他国家软弱 其他国家跟美国魔鬼合作 这个道德的批判 我们都可以这样讲 但是就实质上来看 美国在这段时间 跟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是不是有这个 辞销比涨的情况 比涨这个很明显 那这个当然这个跟我们个人的好恶 或者是我们站在台湾 对我们自己台湾利益的盘算 这个都无关 我们客观看就是这样 没有错 那好 那如果这样子到后川普时代 或者我们讲拜登 接棒了以后的美中关系 的对抗的局面会怎么样 你的观察 我认为拜登 至少这个有一个地方 像布林肯前天在这个国会讲话 我认为反映了川 拜登的意志 他说美国不能够退出国际组织 然后自动把那个舞台拱手让给中国 我认为这个是对的 你退出就是汉贼不两立的结果 就是汉不利贼利 你退出 当然这个中国自然而然 就一定发挥最大影响力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想法 第一个是对的 这个美国一定要重返 这个国际组织 重新建立他的影响力跟领导力 实际上美国只要回去 他要重建领导力 重建他的威信 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因为美国毕竟还是美国 那这个第二个 我认为美国重视盟邦的地位 我认为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这个他接下来跟其他国家的 这种相互合作 我认为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因为其他国家对于拜登 不会太多的不信任 他当了36年参议员 所有的人都对他很了解 不管美国的敌人 美国的朋友去分析他的发言记录 去分析他对法案的支持 就说他是一个相对 虽然可能看来很平淡 没什么特别高的魅力 甚至有人怀疑说他的年龄 他的健康 那至少他是一个可预期的政治人物 作为一个可预期的政治人物 其实就是美国的一个潜在的资产 大家知道要怎么跟他打交道 那自然的话就这个会 这个提出这个可能的政策选项 所以我认为 这个国会议员出身的总统 一般在美国的历史上 其实表现通常都不会太差 都不会太差 杜鲁门 好像比州长好一点 州长有的时候 个人英雄主义 而且这个州呢 可能就是有特殊的 这个辞世造英雄 那个州的状况 也不见得反映整个全美的状况 而且当州长你 重点是地方事务 国会议员一定会有机会碰到 参与到国际事务 所以这个国会议员 这个目前看来 我们看到这个贺锦丽跟拜登 这个正副总统 都是国会议员出身 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讲 之前也有人问我说 这我们台湾 未来这个跟美国新的领导阶层 我说最早 拜登是我们很早 他在第一任担任参议员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跟他有关系 他也来过台湾了 这样子的人其实 不太容易 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川普就从来没有来过台湾了 然后像贺锦丽 他是加州参议员 我们在加州 我们光代表处就好几个 就已经三一个 洛杉矶一个 我们跟当地的桥舍的互动 其实很多是暂时不做了 不一定要特别说 但是也就是说 我们难得碰到一个 从正副总统以下 对台湾相对都有直接的往来 跟这个交情的美国政府 好像比如说像蓬佩奥就好了 他当然我们看到台湾人 他对台湾很友善 我们都很喜欢台湾 他也没有来过台湾了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布林肯 他自己国会听政会都讲了 你讲到这几位 这个是像蓬佩奥 他现在被中国 把他列为制裁的对象 他不能去中港澳 他前不久才说 台湾是叫Free China 他会不会接着来台湾访问 然后来表达说 我不受你制裁的影响 我还是到了China 这个地方叫Free China 我想卸任的美国高官 包括像柯林顿也来过台湾 总统都可以来 所以卸任味道差很多 但是自然他如果要来 我相信我们也欢迎 也会欢迎他 蓬佩奥如果来台湾演讲 我觉得应该还有票房 台湾会有票房 绝对万人空向 这个一定是没有问题 这个要做政治公关的朋友 这个赶快动点子 这个应该是一个 因为蓬佩奥现在不是到每个地方 都很受欢迎的 他去欧洲 也就是国家不见得那么想要他去 所以他搞不好愿意来亚洲 但亚洲又不能去中港澳 那台湾是他 他搞不好台北一场 台中一场 高雄一场 我相信这个大家绝对是 很乐意瞻仰他的风采 真的 好 这个完全不同的形象 如果是在 这个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的嘴巴上 这潘佩奥根本是个恶魔 好 那到底中国接下来 又会怎么样来跟这个拜登的新政府来较量 我前两天注意到就是 第一个是习近平突然间写的信 给这个星巴克的这个荣誉主席 那这个人当时我记得他是创办人 而且他本来一度也想要角逐美国总统 在这个2020年的这个民主党的初选 那星巴克这几年在中国市场拓展的 非常的主要的经济的成长来源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呢 美国的中国的商会也传出来说 这个中国政府可能会在拜登上任之后 不久会派出个高阶的访问团到中国来 到美国去 这消息是从美国商界传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似乎一方面 这个习近平正在中国 包括王毅 王毅前不久才批评 说美国要预防防范这个叫伪多边主义 因为这拜登要强调这个民主联盟 要开一个民主峰会 说就布林肯也强调说 要找盟友共同价值的盟友来对付中国 现在王毅已经在打针了 说就防止伪多边主义 认为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抗 但同时这个似乎看到 中国已经悄悄的在用乙商来影响美国的这个政府 那么我意思说他现在用这个在中国未来的市场 中国是主要大国当中 2020年经济正成长的 他现在对欧盟有很多的开放 他事实上跟美国的谈判 他也可以给美国开放 关键是拜登要给一些什么样的政策 这个时候最好的影响是去影响美国的企业界 影响华尔街 影响更多的美国的商界 让他们来影响白宫 那这个看起来这个动作已经在进行 所以未来的下一个阶段的 接下来拜登任期内的美中关系 这个中国除了国际上跟你包围的较量 另外在以商为政从美国内部来做工作 可能也是以上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来分析 好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今天跟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诚教授 我们来谈美国的拜登上台 川普卸任新的时代 这个美中的一个情况 这个国际兄我刚讲到说 中共现在在国际上已经 非昔日无效阿蒙了 跟美国平起平坐 甚至很多的部分都超越了 那现在面对新的拜登上台 这个新的美中关系 是不是我们所观察到的说 他开始要从美国内部 从商界利用中国的市场开放 中国的这个经济 这个内循环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消费的成长 来吸引美国商界 进而影响美国白宫的决策 我认为是要讲这个很有道理 其实他希望用商界 用他的市场做诱饵 去影响美国的政策 甚至其他自由国家政策 从那个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 仿宗 那个时代到现在没有变过 从来没有变过 连毛东还在的时候 他都已经有这样的概念 很何况至现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他写信给星巴克的主席 为什么 因为星巴克在中国 就是美国的象征 这个拿着一个星巴克 那个logo 那个就是 只有你神像在那个地方 就是美国的象征 这个显然是精密计算过的 然后我们最近看到 1月20号 马云露面 露面 马云代表什么 马云代表就是什么 就是民营企业 就是自由开放 就是国际接轨 因为他是中国 最有名的资本家 而且有国际声望 之前他的有关他的传说很多 现在好让他出来了 结果他在美国那个ADR 就涨了10个百分点 大涨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习近平一定是 把这个对没关系 看成是接下来重中之重 第二你政治上 你布林肯这些人 讲硬的 这个讲到什么 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其他的商界社会 这个他一定会加强他的工作 你说这个做生意 贸易往来 因为本来现在贸易也是非常大 这个是 这个这个往这个 以这个为基础 去进一步发展 我认为 这个对中国来讲是 必一定的道路 而且呢 他也现在看到 就是说 美国现在为了要这个疫情 他这个国内怎么样能够 相当疫情能够缓解 然后接下来让经济能够恢复 这个绝对是拜登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也是国会跟人民对他的期望 因为其中选举两年就到了 没错 好你现在其中选举2022 你现在这个2021 所以你现在把经济搞一搞 搞到差不多了 疫情基本恢复了 其中选举就会到了 所以传统上 一定是要做 我们来研究美中关系 大概都知道 美国有所谓的这个蓝队红队 那这里面大概是国会跟媒体 传统上对中国比较不客气 然后呢 国务院就行政体系跟商界 是对中国比较友善 那川普任上 因为打的是贸易战 所以呢 他最大的改变是把一些原来的蓝队变红队 包括商界 美国商界 他们也认为他们在中国 碰到很多的困难障碍等等 好 所以现在我认为是 应该讲 中国政府现在试图 在拜登上任以后 要把这样的原来红蓝队的 这个在美国国内的 对中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脉络 做一些回 一些一些调整 那这里面大概商界 应该是最容易能够做 现在国会对反中的情绪 那是强的不得了 那反映的是美国民意 那媒体大概对中国 也是不会太客气 那所以呢 变成他比较能够着力的 就是商界 那国务院的话呢 国务院行政体系 他只能做到的是 尽量不要像川普一样的这种 独断独行的做法 但是商界反而是一个 可以着力的地方 是 我个人判断 因为美国总统就任的 前100天是很重要 对 我认为 如果是中国政府 他一定认为说 至少在这100天内 不要让中美关系 变成一个新的对抗模式 也就是说 不要让很多鹰派的作为 把它变成架构化 所以这段时间内 先求不冲突 第二 中国有两个优势 第一个 他不需要面对什么国会 或民意的压力 所以在经贸上 他对中国 对美国做一些让步 像在台湾进了莱猪 不得了 公投 民意也反对 中国现在放什么东西 给美国 还是同意美国的什么 这个政策 或者是要求 在国内 第一个没有民意会反对 左派不用讲 一定听党的 右派会觉得更开放 这个更融入 普世价值 右派也不会反对 所以他要放什么东西 给美国 不管是我同意贸易条款 我开放市场 这个对他来讲一句话 那这个立刻就可以争取到 这个主动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因为他现在力量太大 就是至少在亚洲 所以他只要不去打别人 谁会来打他 没有 他没有什么 入侵者 没有被入侵的危险 所以换句话说 他这个在南海 这个岛礁也都在那边了 他现在只要稍微低调一点 不继续怎么样 那美国也 也不会特别 但是不会改变 他已经有的事实 是 好 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讨论到这里 非常谢谢张国诚老师 谢谢听众朋友 帕尔庄星 我们下礼拜见 谢谢师老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